欢迎收看小熊老师 佩妮教素玄 有一个停车场有三个入口 现在有六辆不同的车要入场 车主们总共有几种入场的方式 为了避免学生在阅读题目的时候 产生不必要但是错误的想象 所以题目特别讲了 同一个入口不同次序也视为不同方法 也就是说就算甲乙丙的三台车 都从一号入口进去 但甲乙丙 乙丙 甲亙 甲乙丙 用不同的顺序进去都算是不同的方法进去 有几种入场的方法 像我们刚刚讲 有三台车在第一个入口 如果我已经知道有几台车在第几个入口 这件事情就会变简单 所以它有一种 有点像我们前面提到双层的配对的概念 就是说我要先决定 到底有一二三三个入口 那这三个入口到底有几台车要进去 然后我如果确定 我如果知道了 一号入口三台 二号入口一台 三号入口两台 那这六台车的时候 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一号入口 一二三 二号入口一 三号入口一二 那注意 因为我们刚讲说 你先后顺序不一样 也是不同的进场方式 所以其实现在你看到 这六个是六个不同位置 完全就是六个不同位置 所以说这个时候去配对 等于说你现在这里的话 一一一二一三二一和三一和三二 去配对给这个A B C D E F 因为比较好写 六台车 那这里的话产生的变化是六千 不管你这六台车 分配给三个的顺序 我今天假如说已经知道的是 一有一台 二有两台 三有三台 那就是一一 二一二二 三一三二三三 配对给A B C D E F 也是六节 总而言之 如果我可以知道 他到底 这六台车 这三个入口各自拿到几台车的话 后面就是六节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那我剩下的问题就是 这样这三个入口 各自会拿到几台车的扣打 几台车的额度 那这么想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前面其实要乘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车的不同 在后面这里已经讨论了 所以在前面这里呢 你其实要乘到的是 把这个六台车分配给一二三 所以它是 一加二 加三 等于六 等H3取六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 H3取六乘以六节 可以吗 那我当时很多人一开始会想说 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用 就是挤得几次这样子 我第一台车入场的时候 我可以决定 我第一台车入场 我要决定说 我要一二三哪一个 那第二台车在决定一二三哪一个 第三台再决定一二三哪一个 OK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照道理来说 我会有三的六次 三的六次是729 729 但是我们把这个算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 H3取六的话呢 它其实是 这个C8取六 C8取六 也就是C8取二 那就是这个28 乘以72 那这样是2016种 那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算这个3的六次才729种 你比较少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 你刚才我们说 我第一台车要一二三哪一个入口进去 第二台车要一二三哪一个入口进去 这样子 你这样子都讨论完之后 你没有那个先后顺序的差别 对不对 就是你没有去讨论说 好我现在假设啊 我已经知道了啊 六台车都是一号入口进去不行 可以吗 那这样是一种可能 对不对 可是这种可能 其实里面有六节可以飞掉啊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说 如果我今天 这六台车是两台一号 两台二号 两台三号的话 那这样也是一种可能 假如说这个AB一号 CD二号 那个EF三号 可是怎么样呢 顺序呢 顺序呢 对调的顺序呢 那你就会发现 你这一种可能 你要成的是二节二节二节 就不是六节了 所以说就是 随着你入场的 这三个分配到的 这个车辆数的不同 那会带来的那个 对调的变化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够 把它当成三的六次 也没有办法用三的六次 再乘多少就解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好那我现在 我知道我要拆成两步 一步是讨论说 这三个 这三个这个路口 有几台车进场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车子不是都不一样吗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不是在这里 就是三的六次呢 就是我 三个不同的路口 配到三台不同的车子 那为什么不行呢 其实我刚才有稍微说明到啦 就是说 因为你这里三的六次 他这三的六次 总不是每一种都配到 这个后面这个六节 不是每一种都六节 那你说那要怎么样 才可以成六节呢 就是变成说 你要先舍弃 这个车子不同这件事情 车子不同这件事情 拿去后来这里再处理 的时候前面这里 车子先都当一样 的情况下 这个H3取6的28种里面 就真的可以视为是 每一种里面都有六节的变化 因为你一旦确定了 在我们把车子当成相同的情况下 你一旦确定的是 三台车排这个 一台白这个两台白这个的时候 就是六节 你一旦确定了 是两台这个两台这个两台这个 这一种也是在28里面的其中一个 的时候就又六节 这样子 所以他本身没有在这里面进行对调 所以他不是二节二节二节的 而是就一起算一个六节 我们来看这一题 投资一颗公正的骰子数次 令DK次的点数为AK 那如果我投三次 那么第一次点数刚好比第二次小 刚好比第三次小 这样的情况有几种 那么在这里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就是说留意他没有等号 也就是我们的点数是不重复的 第二个留意他的顺序被你固定住了 那顺序固定住呢 就是说顺序对调是不被允许的 一二三四五六六种点数里面取三个 不重复的三个 而且不对掉他 不对掉他 因为你取出来最小的就摆最前面 第二个小的就摆中间 最大就摆最后面 这样子 那样是有几种可能 所以是 就最取六个点数里面取三个出来 最小的就摆最前面 最大就摆最后面 这样不重复 那如果是第二小题 一小于等于A二小于等于A三 现在允许等号 也就是允许重复 所以一到六 六个点数里面呢 选三个 但是这三个里面可以重复 总共就选三个 允许你重复选 但是总共就选三个 然后选完之后 也是没有要前后对调 只不只在乎你什么选了几个 这样有几种可能 那这个是 等于说一点 一点 一点 不知道几个 两点也不知道几个 三点也不知道几个 四点也不知道骰出几次 五点也不知道骰出几次 六点也不知道骰出几次 总共会被骰出三次 对不对 三次 所以第二小题的这个是 所以你可以重复选 我可以我可以这个有两个 这一个 所以他不是11的 他可以重复选 但是他没有要顺序 顺序没有要对调 因为你小的就是得摆前面 比如说我假如骰出二二三 那就是这个二这个三 对不对 就算我骰出一二一 那还是得把两个一摆前面 他变成一二 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他的顺序 他顺序对调没有意义 他就是最后就是你决定了是哪几个二号几个四号几个五号几个六号这样好 决定好之后就是一种 所以就是H6取三 如果今天只五次 然后跟你说五次点数合起来是10的有几种可能呢 按暂停可以想一下 那这一题我们在上一集其实有介绍过 就是说这个A加B加C加D加E等于10 其实是H5取10 可是你要注意怎么样 骰子是有上限的 也有下限 他一定要比1大 他一定要比6小 可以吗 那怎么办呢 那有上限的情况一定会因为某个原因让他变得特别好算 以这一题来说 因为我的骰子点数一定要比1大 所以怎么样 当我这个10 一人先配一个 就把5扣掉了 那是不是剩五个点数可以分配 因为至少要1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就算我把五个点数全部给同一颗骰子 他也不会比6大 他最多就是6 也就是说他的上限形同不存在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H5取5 所以说你处理完下限1的时候 你就发现他根本上限报不了 那就没问题了 下面这一题 有一个方程式 就是说X乘以Y等于14 问你有几组正整数解 那其实这个问题 因为你把一个数字 音试分拆成两个音试相乘的时候 其实后面这个数字会被前面这个数字锁定 所以我们的方法1 就是说他相当于在问144有几个正音数 那1乘144 2乘72 3乘48 4乘36 6乘24 8乘18 9乘16 12乘12 你就会发现他有1234567 这7个都有两倍 因为这一次都产生两个音数 所以是7乘24再加12是一个 总共有15个 那X有15种可能Y是相应他而产生的 所以总共就是15组 可以吗 那我们来看方法2这里 他用一个比较 以这题来说比较麻烦的做法 144呢他是2的4次乘以3的平方 就是9乘以16 那所以他的音数一定会是怎么样 用2跟3构成的 而且最后X跟Y在2的次方合起来要是4 在3的次方合起来要是2 所以你就会得到A加C等于4 然后B加D等于2 那这样子这个总共有H2取4种和H2取2种 乘在一起 H2取4是C5取4 然后H2取2就是C3取2就是3 所以是5种 那下面这个可以按暂停想一下 那其实我们上面这题之所以会有方法2 就是为了要算下面这个问题 他呢因为一次乘三个 就不能用刚才的方法一做 那你就要像刚才这样子 144是2的4次乘以3的平方 然后你要设X等于2的A 3的B Y等于2的C 3的D Z等于2的E 3的F 然后你会得到A加C加E等于4 和B加D加F等于2 所以最后答案是H3取4乘H3取2 所以是 然后C4取2是6 所以是90种 A这个集合是1234 它有4个元素 然后说B包含于A C又包含于B 猪又包含于C 然后空集合包含于猪 那问你这个A B C D的各种不同的可能 总共有几组 这样子 那这一题看起来很饶舌 但是我还是放进来的原因是因为 它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其实它的应用面还蛮广的 它以一个很白话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老师手上有很多的礼物 我现在手上有很多 假如说这巧克力 我很多巧克力 我还有很多原子笔 然后我还有很多比较贵的彩色笔 然后我还有力盒带很多 然后我决定要送礼物 我要送给班上三 三种不同成绩 要有这个 都有拿到礼物这样子 这个考90分以上的 考80分以上的 跟考70分以上的 那我的原则是这样子 就是说 考70分以上有的 80分以上都要有 考80分以上拿到的 90分以上都要拿到 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可以90分以上 这四个都有一个 然后80分就少了 力盒带 然后70分就只有这两个 也可以 或者是说我70分是原子笔 那80分是原子笔跟力盒带 然后90分的话 四个 就是说 如果你70分有哪一个的话 80分一定要有 然后80分有的 90分一定会有 但是90分有的 80分不一定会有 类似这样的情况 那也可以是出成 就是比如说有老大老二老三 对不对 因为老大年纪比较大 所以老二有的老大都会有 这样子 那 回来我们看这个例子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A本身有1234 那B在 B是A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B是有可能是有1或2或3或4的 某一些 然后C又是B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B是123的话 那C就不会有4了 C可能是23 也可能只有2而已 对不对 那D又是C的一部分 然后D包含于C 所以说如果今天C是12的话 那D可能是12也可能是1 或2 或这个也可能都没有 那D就是包含于空 空集合包含于D 你说D可以是空集合 但是也可能有东西这样 所以他的看起来很饶舌 但是情境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老大老二老三吗 老三有的老二一定有 老二有的老大一定有 然后全部就是1234 这样子 那会有几组呢 我已经说明到这样子了 按个暂停想一下 那 他真的 这个题目真的是有点难度 因为他最后说到底会有几组 你要反过来想 我们刚才举例子都是在讲说 B有什么 C有什么 D有什么 C有的B一定要有 对不对 那 其实你反过来想的话呢 就是说 那最后到底我会给出几个 这四个里面 我们看这个BCD好了 BCD中 有 几个1 几个2 几个3 4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们1234的个数 如果今天1234的个数是比如说2103好了 我们选一个2203好了 也就是说在BCD里面 那你要注意最大的数字不会超过3 因为我只有三个集合而已 那 如果在BCD里面我告诉你 总共有三个2 有两个1 两个2 没有3 有三个4 那他一定是什么呢 因为你三个的这个代表BCD都有 所以D有4 他一定会是D有4 那 没有C嘛 那 2有两个 那 有两个一定是B跟C有 D没有 所以他 然后那个E也是两个 所以一定也是B跟C有D没有 所以他一定是这样子 1 2 4 1 2 4 然后B等于1 2 4 一定是这样 你看我这样子 就是破这号 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就是 4有三个 2有两个 1有两个 我们再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现在他的个数组合是 比如说这个 1 0 3 2 只有一个1 一定是B才有 C跟D就没有 2都没有就没有了 3 有三个那一定是B跟C跟D都有 4只有两个那一定是 B跟C有 懂吗 所以乍看之下 他在讨论的是B有几个 B有什么 C有什么 D有什么 其实我们反过来想 你是去思考说 1 2 3 4 1有几个 2有几个 3有几个 4有几个 那如果你确定了 1有几个 2有几个 3有几个 4有几个之后 你自然就会配出一组 好 符合题目一式的BCD 这样子 可以吗 好 那1有几个 2有几个 3有几个 4有几个呢 那因为1可以是 0 1 2 3个 2也可以是 0 1 2 3个 3也可以是 0 1 2 3个 4也可以是 0 1 2 3个 所以其实这题的答案是 4的3次 也就是 2的6 6的4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这一集就上到这里